每次打開報紙 我都會看到很多人為了名利 會發生糾紛, 甚至是命案 隨著社會的進步 人類對物質的追求欲望越來越高 到底追求物質是否等於心靈腐足 貧富又是什麼的定義? 光仔的爸爸是一個勇有過益 身家的企業家 他為了想光仔體驗什麼叫貧窮 決定帶他去中國一個偏遠的農村 展開他的五日體驗之旅 抵達農村之後 光仔和他的爸爸都要像當地的農民一樣 一起自養家禽, 清理農場 甚至上山放羊, 還有訓練葉犬 由於當地的農民要省水和喊電 所以他們一度薄馬 就會跑去溪屋那裡洗澡和洗衣 到了第四天 其實光仔的爸爸已經累得半死了 加上沒有水、沒有電、沒有冷氣 沒有熱水、洗澡, 而且沒有妄想 已經令他身體不舒服 他立刻在想 兒子應該覺得很辛苦 希望他可以熬明天吧 好了, 到了第五天 臨離開農村之前 他的爸爸就問光仔 兒子, 你是不是覺得很辛苦 是不是想立刻回家? 那光仔就回答 不是的, 這裡挺好 那他爸爸就很奇怪地問他 為什麼?你覺得這裡有什麼好? 光仔就說 因為我終於見識到 我們家裡是多麼窮 你想想, 我們家裡只有一隻貴婦狗 牠又懶, 又高端 但人家不同 人家有五隻小狗 他們又乖又聽話, 還會打獵 人家還有家琴、羊吻吻 為什麼全部都很聽話? 還有, 我們家裡只有一個泳池 我自己一個人游 但人家就不同了 人家有整條長長的溪鑑 又可以跟朋友和家人一起打水戰 還有我們家裡的花園 只有幾盞燈 但人家就不同了 人家滿天都是星星 天天都可以在星星之下聊天、聊心事 多麼開心 但每次我們回到家裡都各自回到房間 根本不會談心事 當光仔的爸爸聽到光仔這麼說的時候 他就無言以對, 而且覺得非常慚愧 由於拍戲的關係 我曾經去過很多偏遠和落後的地方 看到當地的人, 他們為了生活 他們會很珍惜身邊僅有的一些資源 他們的生活雖然很簡單, 很順托 但他們的心靈很滿足 其實物質的富裕 並不代表心靈的富足 現在有這麼多天災人禍 更加令我感覺到 活在當下, 知足常樂 珍惜你身邊的人和家人 因為朋友、家人和快樂 才是你真正的財富